真的有慕春拓哉之後就是他活 檢查官司的角色來說 慕春拓哉之後就是他活 真的 在公園直接就秒睡 坐著睡著 是被搖醒出來看人換鏡頭的 你是不是演那個檢察官嗎 預告裡面看起來就是很認真很帥 你是有特別去想要去揣 真的有慕春拓哉之後就是他活 檢查官司的角色來說 我就覺得他事實真的很厲害 感覺慕春拓哉之後就是他 真的是耶 大家拍完模仿飯都造成了一點點 心理上的 受感 真的因為太難拍了 而且睡覺的時候那個時候劇本都是在我房間 是可以看劇本看到睡場 累到中間 跑了不知道第幾次 然後在中間公園 在等轉景轉鏡頭的時候 直接就秒睡 坐著睡著 跟屍體睡 跟屍體睡 沒有跟屍體睡 但就是秒睡 我記得我們都超級累 開公園 好 就秒睡著 是被搖醒出來看人換鏡頭 睡著 因為那個誤會 有可能會讓我得到一些 關係 但我真的不建議 一般你去跟朋友 或身邊的聊天 或者話 有時候你不經意的去問問 有可能會讓人家很帥氣 有可能會讓人家很帥氣 他打頭有給你瘦瘦 有沒有給你一些安慰的話 也沒有 因為我也沒有說到怎麼樣 我覺得只是覺得 我好像沒講過這樣的話 我就講一下 因為那個誤會 有可能會讓我得到一些安心 你家也只有在那個IG上面分享 沒有在追那個黑暗的角色 會不會想要嘗試裡面的角色嗎 會不會想要嘗試裡面的角色嗎 會不會想要試演誰的角色 我沒有想過耶 但我希望 未來有招移物 可以演女人同一的媽媽 是因為想要挑戰那種 風味的感覺 對 希望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好想要看你演這角色喔 他要染橘色頭髮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會有合適的劇本跟角色的話 我不會建議去改變我的外線 那些人 我好像沒看到 我應該找到 那些人 有一次 我好像沒看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